大家好,歡迎收看伊利伯拉托 今天分享一件發生在我身上,但不太開心的事情 上個月,大家看影片都知道 我去了奎北灰巴克省和我父母去旅行 過程當中撞車 話說是去到喬北市以北 一個叫聖坡堡的地方 你要經過一些山卡拉的山路 可以去到一個島嶼坐船 在島嶼有些水車屋 挺漂亮的,值得進去 去到中途山卡拉的地方 唯一一條路可以經過 而那條路就塌了一棵樹 一開始的時候,我看到旁邊有些車胎痕 我以為可以在路的旁邊跨過 後來就浪了車底 過不了的時候就退出來了 走出來的時候就弄壞了車 一開始時就開啟了燈 沒有油 於是會不會是因為跨到車底 而去漏油呢 很害怕 因為一來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二來就是如果漏油的時候 究竟車子還可以捱到多久呢 那些油就只剩下幾十公里左右 記得我還是在山卡拉的地方 而且也不知道漏油的多嚴重 於是很幸運地捱到一個灘仔 附近灘仔的油站 就要考慮了 究竟 去不去到一些附近的Canadian Tire 但最近的Canadian Tire 駕駛超過100米 都要40分鐘才去到 其實油站旁邊問過 是有個車房 也可能可以幫我解決 或者至少可以做一個檢查 但是呢 又不知道 那車房 要剩下多久 去做 雖然 一定去不到那個水車屋的島 但是 可不可以趕及 行程各方面 也不需要有過份的改動呢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Executive Decision 就是 看看車輛繼續駕駛 會不會繼續有漏油的情況 還是 It just happen co instantly 那個車就不是漏油 只不過 是剛剛沒有油 駕駛到它 which is 都 reasonable 因為 由多人多一駕駛到那個位 都沒有進入過油 OK 於是就試駕駛 也要看清楚 如果油真的跌得太厲害的時候 都可能要回程 畢竟 那個地方 和其他的一些小湯 都有一個多遠的 大約一個小時的距離 真的在中間 那些 一邊駕駛的時候 都會害怕 看著油針 同時看著 耗油量還可以駕駛到多少公里 因為它會不斷有顯示 好想不需要 提心吊膽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駕駛山路 山路 各耗油量相對 比普通很接吊的 highway 是差一點 那為何國耗油量會不斷升高 同時 可以駕駛的里數 又不斷下降 直到駕駛到一些 比較平坦的時候 就看到 駕駛的公里數 是可以不斷回升 同時 油針沒有太多跌 證明實際上 真是coincident 我只是檢查過車底 同時 我又不是車房人 看不到 好像沒有什麼事 原來 唯一撞壞了 就是當它撞壞的時候 扯爛了 目測來說 可能都要弄得 幾禁 即時發了一張照 給 雙方 雙方 同時 發了給 雙屬的車房 就已經叫他們 去拷架 因為還能駕駛的緣故 於是 繼續行程 還有 想要回到多倫多才弄 同時 在那個時刻 因為 還未知道 有多少錢 因為 危險期過渡了 就要想 究竟要弄得一千多金 這樣就會 心裏 更加不平安 一來 怪責自己當初 為何這麼傻 還有 怎樣可以 避免到 不這麼傻 更加不平安 如果有很多錢 就很愚蠢 因為 整個旅程都沒有那麼貴 我媽媽就嘗試去安慰我 我媽媽的爸爸就說 算了 不要放在心裏面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 怎樣可以不放在心裏面 耿耿於懷的時候 同時 同時他又會說 不要緊 我幫你付錢 但問題就是 他付錢和我付錢 我又不覺得有太大分別 都是同一個荷包 對於我的概念 尤其是我獨製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分別 加上我是管理他的 錢 然後 還有 另一件事 我會覺得 這個世界需要的 你怎樣能夠 深切地去反省 一件事 就是 你有一點點 肉痛的感覺 當然 就沒有那麼多肉痛的感覺 但是 你需要學習一課 這是我自己的 方法 很多時候 我們尤其是遇到一些 重大而差不透的事情 生命當中 一些 我們其實需要 去反省的 一些 事情 令到我們 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但是 我們很多時候 選擇了做 縮頭烏龜 這個可以 小致 撞車的事情 你可以說是建功 為何你會失敗 又或者 甚至乎兩夫婦的關係 一些 永遠 無法解決的問題 不是因為它無法解決的問題 而是 你不願意 再去 與它無法解決的問題 不願意 有更好的 溝通 或者 甚至乎 有些 再大小的事情 例如 社會問題 那些 像香港政府 它永遠的 整體 和思考方式 永世一樣 它不會去變 於是 逐步 攬炒 它 寧願用它的 喇叭 都不來 去解決 那件事 但是 可能 它的目標 就是 嘗試 攬炒 到 未成功 有種種跡象 都看到它 其實是想這樣 Anyway 不說這件事 印象之中 試過三次撞車 兩次 就是自己有問題 一次 就是別人撞我 而別人撞我那次 的心態很不一樣 總之 在交換資料後 已經 很滿意 直到保險公司判了 我是100% 適合 它是100% 錯了 基本上 沒有不開心的感覺 但是 保險公司 有很多人覺得 是超賺錢的 例如 現在香港 很熱血沸騰地說 就是 原來緊急法之下 或者暴動罪的時候 保險就不會賠 你看看保險公司 罰到豬頭 但是 大哥 香港有多可 發生緊急法 試過 讀7 那時候 真可憐 或者 有多可暴動 你 你 本身 是 正前這些事 寫了這些情況 而這些情況 在香港 是很微的機會 居然發生了 你可以怎樣 唯一怪的 就是怪香港政府 同時 本身就是 發露豬 我帶我自己的車去修理 因為別人錯了 於是 去驗車 我 其實那輛車 是 那輛車的 好像這次 那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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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那輛車 那輛車已經完全失敗了 那輛車 那輛車 我還可以 完全失敗了 完全沒有燈 什麼都沒有 那輛車 是呀 然後 他把整個房間換個新的 燈 換個 沒有爛的 有大部分 然後 還要給我 可以租的 還要 就說 你走得了 開來 買單 整車 整了四千多 接近五千 然後 租車 又接近 一千 因為 等了一個月 才做得好 然後 那輛車 後來 後來 因為問題是 當你的錢 不是自己 付出的時候 你又不會 關注他 怎樣 洗 後來 車房 便把 本公司 拋在 所以 實際上 本公司 是 以及 如何控制 規定 如何控制 車房 而不是 你們的傢伙 來 屈 那些是 浪費很多錢 往往 這些財險 的 都是 禁地 游泳 包括 很厲害 可以變成 income 但大部分的 本公司 都是 一年 income 一年 loss 你說 他是不是真的很賺錢 其實就靠 他 你每個月 給他一些 premium 他用你的 premium 成功地投資 那筆筆 來蓋到 他的 expense 以及 令到他可以 有錢賺 僅此意義 不過 當然 自己 暗河包 價格 回來了 如果我回到原廠 製造 工作費 是貴很多 同一時間 原廠製造 有個問題 他看到你 有少少東西壞 就會推薦你 換過所有東西 在新的 大佬製造的東西 我會用鐵 你說換當然是換的 於是 變得很貴貴 於是 找三層的車房 他就說 我不會換那些東西 只要那些東西用到 而且 外套 不會被人看到 時 又不會掉漏漏漏 他就OK 結果 就用一個相對地 比我 預期 相對的 便宜一點的價錢 能夠 整理好 已經是不幸中之大行 你可以嘗試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人會安慰 那麼多年來 我只是碰過兩次 實際上 也不是 太養衰 也不是太失威 但是 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又是 無緣無故 整個 的 延期 所以 一定是有種 耿耿於懷 要痛還是思痛 如何能夠 去避免 例如 遇到這樣的事情 時 就不要強衝了 以為過了 都不要玩東西了 那就掉頭走 在那些 Decision Making 的moment 亦都不可以太心急 去做 這是 要我不斷地 看醒自己 尤其是當突發的時候 從來未遇過的時候 更加需要去思考 這個可能 未必只是說 重車 遇到其他的moment 都可能需要 有這樣的 三思而後行 所以今天純粹 和大家分享 亦都順態地 說說一些保險 各方面 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